我们上个月组织了一个小组 去布鲁赛和当地的智库进行交流 永唐向我谈一谈中国模式和西方的关系 我就讲了三个简单的故事 我说 2011年的时候 阿拉伯之春爆发 当时你们欧洲 欧盟一片欢呼声 伟大的西方民主模式降临到了阿拉伯世界 但是五年过去了发生了什么 2015年 120万中东难民逃离战火 逃离自己崩溃的家园 涌到了欧洲 今天把欧洲的政团搅得翻天覆地 欧洲此时此刻很多危机 都和这个难民危机有关 我说 2015年中国发生了什么 中国是一亿两千万人次出境 一亿两千万人次 拿着护照走出国门 这已经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今天已经创造了世界最大的中产人次 背后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你西方这个模式 欧洲这个模式 在非西方世界 在中东没有成功 而中国模式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还补充了一下 我说你们欧洲老是在说 中国人权不好 甚至又叫中国的人权每况愈下 我说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我只是个常识判断 一亿两千万人次中的99.999% 都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怎么可能会回到一个没有人权的地方 怎么可能会回到一个叫做 人权每况愈下的国家 不可能 英文叫做The opposite is true 相反才是真实的 这是个常识判断 这我讲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我说25年前 当时苏联崩溃了 东欧崩溃了 欧洲西方的媒体一片欢呼声 伟大的西方民主模式 降临到了铁幕国家 但是25年过去 我们看一下 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表现 和中国的成绩 一个天一个地 没法比 在苏联解体的时候 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比中国都大 现在中国的五分之一都不到 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中国今天的外汇储备 到现在2014年4万亿美金 这是个什么概念 我今天的外汇储备这一项 就比整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GDP 加在一起还要多 比你的经济总量还要大 这也是很简单的道理 就你这个西方模式 在非西方国家 在前社会主义国家 没有真正的成功 特别是用中国的标准来看的话 远远没有成功 而中国模式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承诺 那么第三个故事 我就讲中国和美国的比较 我叫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我这里想用两个数据 跟大家谈一谈我的一些看法 一个是我叫做中卫家庭净资产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是 二零一零年的时候 美国是七万七千三百美金 中美水平 百分之五十比这个高 百分之五十比这个低 中国的城镇的家庭净资产 比它低大概一万美金 所以差距已经不是那么大 美国人口是三亿多一点 我们是七亿的城镇人口 所以用城镇人口跟美国比 也是可以比 而且我自己用这二零一零年的水平 二零一年之后 中国城镇家庭的家庭净资产 还在增加 而美国我没有看到最新的数据 至少到2014年 还没有超过2010年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 真是我叫做三十年河东 三年河西 那么另外这个指标 我想讲的就是 对自己国家的发展的方向 是否满意 那么我用美国皮油中心的这个材料 它每年在中国做大型的民调 在世界上几十个主要国家 做同样的民调 做来做去 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前途是最乐观的 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满意度是最高的 所以我想再从另外一个角度 说明了 就是我们国家 这个相对的比较的成功 我觉得这个非常之重要 我觉得这个非常之重要